由刘亦菲宋承宪宪领先主演的电影《第三种爱情》 于6月9日首发定档预告片 宣布该片即将在今年9月上映 预告片主打《随心所爱》 诠释了打破社会禁锢与摆脱世俗观念的第三种爱情 片中不但画面唯美明亮 导演更会催情 使刘亦菲与宋承宪首次见面就爱欲交织 缠绵翡测 经典演绎了不要活在别人观念里的放肆爱情 我要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内心 追随 电影《第三种爱情》改编自作家自由行走的同名畅销小说 讲述了女律师周宇与高夫帅林启正之间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韩国国宝级男演员宋承宪和刘亦菲担任男女主角 这真是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爱情故事 正是我们这些单身汪最爱看的啊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女神刘亦菲已经完全退却观众对其委婉安静的印象 完全蜕变成一位自信成熟独立的都市office女性 而宋承宪则满足了书名对原著中领起症的幻想 《王国道新闻》小编也想定情九月亚报道 由刘亦菲宋承宪宪领先主演的电影《第三种爱情》 于6月9日首发定档预告片 宣布该片即将在今年9月上映 预告片主打《随心所爱》诠释了打破社会禁锢与摆脱世俗观念的第三种爱情 片中不但画面唯美明亮 导演更会催情 使刘亦菲与宋承宪首次见面就爱欲交织 缠绵翡测 经典演绎了不要活在别人观念里的放肆爱情 我要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内心 追随 电影《第三种爱情》改编自作家自由行走的同名畅销小说 讲述了女律师周宇与高富帅林启正之间 统话般的爱情故事 韩国国宝级男演员宋承宪和刘亦菲担任男女主角 这真是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爱情故事 正是我们这些单身王最爱看的啊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女生刘亦菲已经完全退却观众对其委婉安静的印象 完全蜕变成一位自信成熟独立的都市office女性 而宋承宪则则满足了书名对原著中领起症的幻想 《猛果浪》新闻小编也想定情9月亚报道 《猛果浪》新闻小编也想定情9月亚报道